本节的目标是要讨论各种网路钓鱼防范方式 让你能够充分运用这些方法保护自己 一般来说,你应该要结合使用三种 以使用者为中心的网路钓鱼防范方法 首先,当你存取线上资源时 请留意浏览器、电子邮件用户端和其他软体显示的警告 接着,你可以利用各种教材 例如我们的课程 了解什么是网路钓鱼攻击 以及这类攻击的辨别方法 最后,你可以为电子邮件账户等内含重要资讯的账户 启用双重验证 让账户更不容易受到网路钓鱼攻击牵扰 让我们先来讨论浏览器警告 你先前在行动装置或电脑上尝试存取网路钓鱼网站时 可能已看过这类警告 如果Google安全浏览等线上服务 侦测到你即将造访危险网页 就会向你显示这类巨大的红色警告 其中一个会令人困惑的常见情形 是系统可能会针对你先前多次造访的网站显示警告 通常这表示网站本身或网站的原件遭到入侵 因此暂时不安全 虽然你可能会因信任该网站而想忽略警告 但为了保险起见 请等网站管理员清理网站后再造访网站 除非有明确证据指出网站不安全 否则这类警告都不会出现 因此请信任这些警告 讽刺的是 我们已知道网路钓鱼者会畏造警告 不过这些畏造的警告会要求你提供资讯 或是执行可疑操作 例如更新软体 而真正的警告绝不会提出这类要求 因为系统之所以显示警告 就只是为了让你知道即将遭遇危险 这个例子说明了生育良好的网站 也可能暂时不安全 2018年 史丹佛大学网站遭攻击者入侵 并用于代管网路钓鱼页面 索性网站管理员最终修正了安全漏洞 并顺利移除网路钓鱼页面 警告仰赖线上服务的自动化技术 来侦测网路钓鱼 这些侦测系统 善于侦测大部分的精致型网路钓鱼 和大规模网路钓鱼 但较难以侦测出 以少数个别使用者为目标的 鱼叉式网路钓鱼 原因是 攻击者必须取得只有攻击目标 拥有的特定资讯 才能发动这类网路钓鱼攻击 因此 如果Gmail等线上服务 不确定电子邮件 是否为网路钓鱼攻击 就会显示柔性警告 你可以选择凭借自己的辨别能力 评估电子邮件 是否为网路钓鱼攻击 然后进行确认 来做出最终决定 做出决定后 请务必点选确认是网路钓鱼邮件 或我确定这是安全的邮件 来向Gmail告知结果 帮助Gmail防护功能保护其他使用者 如要判断自己是否遭到网路钓鱼攻击 就必须了解 哪些内容是由信任的软体控管 哪些内容则受到攻击者控管 这样才能知道哪些资讯值得信赖 在电脑上 无论你使用何种浏览器 使用者界面一律会分为两个部分 包含导览列的顶端部分 不在攻击者可操弄的范围内 因此称为信任的使用者界面 显示网页内容的部分 则是不受信任的使用者界面 攻击者可在当中显示任何内容 包括外观相似的网页 令人惊慌的警告或诱人的优惠 因此 如果想评估某个页面 是否为网路钓鱼网页 请特别留意导览列中显示的网址 并判断网页内容 是否与网域相符 举例来说 Google登录页面的唯一有效网域 是HTTPS 冒号accounts.google.com 假如登录页面属于其他网域 就表示 该页面为网路钓鱼网页 行动装置上的情况较为复杂 原因是浏览器会在你向下卷动时 隐藏导览列 尽可能增加可用的荧幕空间 网路钓鱼者可利用这一点 在网路钓鱼网页中 加入会在使用者向下卷动时 显示的假导览列 因此 在行动浏览器中 评估某个页面是否为网路钓鱼网页时 请一律先向上卷动 确保你看到的是真正的导览列 而非假冒的导览列 评估特定内容是否为网路钓鱼攻击并不容易 为了帮助你分辨真位 我们准备了一套个案研究 带你深入了解网路钓鱼者的常用手法 此外 你还可透过模拟器 在真实情境中精进自己的辨别能力 想准确辨别网路钓鱼就必须多加练习 因此 建议你多花点时间 查看个案研究及使用模拟器 借此累积明辨真位所需的实物经验 最后 请务必使用双重验证功能 保护内涵重要资讯的账户 如果启用双重验证功能 登入账户时不但要输入密码 还必须进行额外步骤 来证明登入者是你本人 这类步骤通常是输入安全码 或是倾注硬体权杖 某些第二重验证方式的安全性较高 而我们建议你使用简讯或安全金钥 你或许对简讯验证码相当熟悉 但可能第一次听到安全金钥 别担心,我接下来将进行说明 双重验证选项还有很多种 例如电子邮件验证或专属手机应用程式 不过网络钓鱼者较容易规避这些机制 因此如果有安全性更高的选项 建议你不要使用这些验证方式 不过某些线上服务提供的双重验证选项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 比起完全不开启双重验证 还是建议你使用安全性较低的选项 保护内涵重要资讯的账户 安全金钥可让线上服务使用 进阶密码编译技术确认你的身份 因此无论是手机内建的安全金钥 或实体安全金钥 都是安全性最高的选项 实际采用的密码编译通讯协定 经过特别设计 可确保网路钓鱼者无法拦截或 未造这类金钥使用的验证程序 此外 安全金钥中储存的私密金钥 存放在可信任的硬体中 因此 不会受到恶意软体的侵扰 种种防护机制 让安全金钥成为安全性最高的 第二重验证方式 如果你有内涵重要资讯的线上账户 或者你本身是高价值目标 例如记者、高阶主管或是有参与政治活动 进行大量线上金融交易 或热衷于加密货币 建议你投资购买安全金钥 以下是两个最重要的网路钓鱼防范方法 首先 请为内涵重要资讯的账户 启用双重验证 借此大幅降低账户因网路钓鱼 或资料侵害事件而遭盗用的风险 此外 在输入任何个人资讯之前 请务必先确认网页的真位 避免向网路钓鱼者提供 冒用你身份所需的资料 如前所述 网路钓鱼者是诈欺专家 因此在确认网页真位 或电子邮件确实来自 可信任的记件者之前 请不要相信网页 或电子邮件的内容 如果是网页和电子邮件中的连结 请确认 你是否认得网址中的网誉 如果是电子邮件 请检查记件者 是否使用你熟悉的电子邮件地址 就像先前所说的 网路钓鱼者会盗用账户和入侵网站 即使是信任的网站或联络人 也都有可能会对你进行网路钓鱼 因此 请同时使用快讯和双重验证功能 以免受验上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浏览器导览列中的锁头图示和HTTPS指标 只是用来指出你与网站之间的通讯是否安全 许多网路钓鱼网页也使用HTTPS 因此 请不要依赖这些指标 来评估某个页面是否为网路钓鱼网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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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